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叶剧 这盆叶剧就是在冬季的时候染上了一些病害 幸好发现了急时 然后就对症杀药给它喷散了一些杀菌药 也就是这种甲肌瘤菌瘤给它控制了病情 那么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把一些病害给控制好了 但是病情控制好 我们也要病期的一个月给它喷须一次 这样病害才不会继续蔓延 因为叶剧这种植物它是出了名的药罐子 所以当我们养殖的时候 必备一些杀菌药是避免不了的 当它出现病害就马上给它救治 这样才有效的把它救治好 像我这一盆看上 之前也是这些叶片出现了一些病害 它长出的这些新叶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两边冒出的笋芽非常粗壮 这些枝杆非常粗壮的 长出来的新叶片比这些老枝条的叶片 还有大一倍 而且这条笋芽已经孕育花蕾 准备要开花了 看上这个花苞还是比较庞大的 花蕾的颜色比较鲜艳 除了定期给它喷湿一些杀菌药之后 在这个盆土里面我们要定期的给它使用一些 它是一种针对性的针对土壤里面的续菌 还有虫乱霉菌等等的一些病害有效的杀面 使用的方法就要根据说明书的比例 吸吸水给它浇灌 这样盆土里面的续菌 就会杀面 就不会再继续繁衍 当然了我们除了给它喷发一些杀菌药 想要它开花快 养分也必须要充足 因为它也是使肥急物 只要满足它的营养生长需求 它开花是比较快的 我们最常用到的养分也就是像这种农家肥养分 这种养分它肥力温和肥效其久 而且它的有菌菌非常充足45% 有菌菌兜了就可以分解出土壤里面的腐菌菌 土壤结构的团力兜了就会越来越蓬松 直接的把它剪埋到盆土上面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乐剧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